十二港人被認罪 十二港人被認罪 台灣遠港要upgrade 台灣遠港要upgrade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 我還是想提醒 不管是台灣的社會 或者是我們目前的政府 香港是我們在前線 最重要的夥伴 對抗中共集權 對抗中共暴政 最重要的夥伴 我們是一定要力挺香港到底的 台灣跟香港的命運 我認為一定是綁在一起的 今天如果香港真的 完全被中共給拿下了 完全 沒有辦法再抵抗了 那下一個遭殃的一定是 台灣 我並不是要用很功利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但是 香港 過去一段時間的抗爭 香港過去一段時間民主運動的反抗 我認為還是在提醒 台灣 民主為什麼重要 面對香港局勢急速惡化 尤其是人權狀況的急速惡化 導致大量民主運動者 乃至於一般市民 受迫害的人道危機 台灣政府 不能夠再用國安為由 說我們現在國安情勢非常危險 非常辛苦 中共可能會報復我們 以這個為理由 消極無為 必須採取更積極有力的行動 更明確有效的措施 除了放寬移民就學措施之外 對於參與民主運動 而受到迫害的人士的救援協助 對中國香港政府的譴責施壓 必須採取更積極有力的行動 更明確有效的措施 我們預計在明年 會一起正式聯合提出一個 港澳條例第六十條之一 香港人權及民主條款的修法 在這條修法裡面 我們會明定行政院應該至少每年一次 針對香港的民主人權狀況 針對香港的獨立自治狀態 針對我們現在以港澳條例第十八條 對香港實行政治庇護的實施情形 做出評估報告 而且必須要依照這個評估報告 來擬定因應對策 強化台灣政府對於香港民主人權的支持 以及增強台灣的民主防衛機制 台灣政府一定必須要考慮法制化的議題 絕對不能夠繼續再迴避 不過在台群會今年2020年6月20號 在世界難民日的時候所提出來的難民法草案 或是我們關注其實世界各國的難民庇護機制 不管是當地的難民法或是聯合國難民署 所提出來的一般標準裡面 你一定要有個透明公開的申請程序 然後你在申請到審查通過之間會有過渡身份 這個過渡身份需要生活上的基本照應 吃喝拉撒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 然後你在通過你要明確的有個審查程序跟救濟程序 這樣才有可能讓個案知道自己現在的法律狀況是什麼 以及你在得到了這個審查身份之後 你的生活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這些法規不管是就學或是就業或是其他的方式 他們這些法規到底需要怎麼配合這樣子的庇護機制 都是需要一一清點 我們還是非常非常的期待 蔡英文政府應該要鄭重的將法治化 這樣子的工作納入近期之內必須要做到的事情 這樣才能夠完整的提供抗爭者來台灣之後的生活 這樣也才是真正的升級遠港方案